当前疫情非常严峻,全力抗疫是压到一切的任务 特区政府以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首要的目标 不断强化措施,与疫情战斗到底 疫情下约细社群特别需要关注 感谢中央回应特区政府的请求 在极短时间之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防疫抗疫物资 包括快速的测试包、抗疫忠诚药、口罩、防护装备等等 源源不绝地送到来香港 特区政府已即时将物资转给弱势社群 民政局透过18区民政署和地区义工 将中央和不同团体捐赠的抗疫物资配对 送给有需要的市民 特别是基层市民和弱势社群 包括长者、少数族裔、劏房户等 增分夺妙 让有需要的市民尽快得到支援 首先我要代表深水埗的居民 很感谢中央政府今次支援香港物资 区里面有很多独居的长者、基层市民 他们都很需要这些援助 所以民政署在收到这些物资之后 都很快将这些物资交到居民的手上 除了物资 其实我们由地方民政事务署在地区 都为少数族裔提供了疫苗方面 和资讯方面的一些帮助 我们希望全方位帮到不同族裔的朋友 民政系统会一如既往展现担当 绝不松懈 统筹地区参与 做好对接民间抗疫力量的工作 也都会在最前线参与抗疫的工作 再次感谢中央宋赈大量的物资 也都感谢全港社区抗疫连线 和香港义工联盟 迅速响应我们的呼吁 联合发起全港抗疫义工同盟 动员更万名的义工参与 与大量的政府人员共同抗疫 非常时期 需要非常手段 要打赢这一场逆战 除了政府的力量之外 社会的力量也都非常重要 我相信全港抗疫义工同盟成立之后 会发挥更大的力量 协助和配合特居政府的工作 我希望社会各界团结一致 加强抗疫的信心 加上中央的大力支持 集结各方的力量 一定可以击退第五波的疫情